由一名男子跑到一间纹身店来借钱 没想到被对方拒绝后 他又跑到对方开的餐厅 拿起灭火器猛砸对方的手机 老板看到之后 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 不过其实这名男子早就不是第一次惹事 黑男拿着灭火器进到店里 接着往桌上的手机一砸 荧幕碎裂 手机整台报废 店里的民众全都吓了一跳 但他会这么激动 原来是因为稍早前 他来到一间纹身店 向老板借钱不成 就愤而到餐厅内大搞破坏 双方从店里一路吵到街头 引起附近民众围观 男子除了失控不断咆哮外 布雅字眼也连环狂飙 这时老板也不忍了 直接开枪双方爆发冲突 警方后报赶到现场 男子人没有要冷静 两方人马操个不停 就连远警都失去耐心 街头雷台就发生在 人来人往的西门丁商圈 14号晚上8点多 29岁的赵姓男子 跑到52岁的李姓男子的店里借钱 没想到拒绝后 他就走到李姓男子开的餐厅 拿灭活气砸坏对方的手机 接着两人冲出店里 爆发肢体冲突 双双挂彩 不过其实这名男子 早已是当地的头痛人物 不仅有毒品伤害前科 到处惹事也已经不是第一次 哎你不要乱 不要乱 缺年11月底 才因为在西门丁摆摊 不慎跟路人发生擦撞 就持钝器痛殴对方 后续依伤害跟杀人未遂等 罪送半 没想到才过半年 又没学乖 人到处惹事 这回因为借钱不成 就大闹餐厅 后续也被告伤害罪 这下先前的刑案 还没处理完 又再加一条 恐怕逃不过敦劳命运 这次一节娱乐为台北报导